第三届洛杉矶中国特色医疗国际研讨会 即中医药产品展销会将于今年12月举行 日前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研讨会相关情况 2018第三届洛杉矶中国特色医疗国际研讨会 即中医药产品展销会 将于12月1日至2日 在洛杉矶圣盖伯西尔顿酒店举办 本次大会宗旨为 传承中医药做原汁原味的中医人 在前两届国际会议成功举行的基础上 根据目前全世界对中医中药和针酒医疗 及天然保健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特别是美国鸦片类止痛药滥用和成瘾的危机 使反鸦片及寻求鸦片类药替代疗法 成为美国国策 中医针酒作为最有效 最受瞩目的替代疗法之一 有了进入美国主流医疗系统的新机遇 我们这次盛会请了国内多所大学的校长 还有著名的一些专家 还有特别是还有一些民间高手 来参加我们的国际会议 因为特别是高手在民间 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有很多特色的手法 都是在那些民间高手当中失传下来 因此我们把他们请来 我们通过学院派和师徒这一派 相结合 也就是说充分发掘学院派和民间高手的技术特色 把他们的技术优势挖掘出来 让他们到洛杉矶来献计献策 献出他们最好的治疗手段 惠罪中国 美国 欧洲 东南亚 及世界各国的具有学术成就的中医针酒专家 和品质优秀的中医药产品生产产家 将齐聚洛杉矶交流各具特色的中医药针酒科研成果 和临床经验 展出各厂家最优质的传统或创新的中医药产品 本次大会将给广大中医药针酒专业人士 带来极丰富的学术盛宴和一流的产品体验 将促进国际中医药学术交流 帮助与会中医针酒师提高临床诊治技能 推广中医药产品在海外市场占据更多份额 为推动健康世界的大健康理念做出贡献 现在有一个叫健康世界的这么一个大健康理念 那我们要再通过这次大会 把这个理念实施下去 我们中医药在其中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